从著名主持人李勇的离世谈猴癌的病因。 10月29日李勇妻子哈文发文道, 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 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永世我爱网报李勇患的是猴癌去就诊了美国煤药诊所, 弃全球顶尖的癌症肿瘤治疗中心, 依然没有挽救回来,他的生命那么猴癌的病因。 是什么呢? 猴癌的发生目,前尚无确切病因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吸烟吸烟与呼吸,到肿瘤关系非常密切, 多数猴癌患者都有长期大量吸烟, 使猴癌的发生率与每日吸烟量几种的吸烟时间成正比另外不可忽视被动, 吸烟也可能致癌吸烟食烟草燃烧,可产生烟胶油。 其中的本柄皮柳致癌作用可致粘膜水肿、冲血、上皮增生及磷状化生, 使鲜毛运动停止从而致癌。 二、饮酒据调查饮酒者患喉癌的危险性, 比非饮酒者高一五件四四倍游, 其是生门上行喉癌与饮酒关系密切, 吸烟与饮酒在致癌方面有协同作用。 三、空气污染工业产生的粉尘、二氧化硫、隔、 深等长期吸入可能导致呼吸道中流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 喉癌发生率高城市, 居民高于农村居民四职业因素, 长期接触有多化学物质, 如介子气、食棉、涅等五、慢性炎症刺激如长期用嗓过度, 慢性喉癌或呼吸,那炎症可能导致喉白斑, 喉角化症产生癌变倾向。 六、病毒感染,人乳头状流病毒, HPV可引起喉乳头状流。 目前认为是喉癌的癌症病变期性激素喉, 是第二性症气管认为是性激素的吧。 气管喉癌患者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临床研究, 发现喉癌患者高酮水平高于正常人。 雌激素降低, 切除肿瘤后高酮水平明显下降八微量元素, 缺乏某些微量元素使体内一些, 没得重要组成部分缺乏, 可能会导致酶的结构和功能改变影响细胞分裂生长, 发生基因忽便产生肿瘤9放射线, 长期放射性和素如雷, 由东等的接触或颈部, 接受较大剂量放射线照射, 可能引起喉部恶性肿瘤, 让我们远离喉癌危险因素。